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丧忠 对不起 我知道你对我一往情深 我却辜负了你对我的爱 虽然娶你是我报复的一个手段 可是面对你的善良 我发现自己真的渐渐爱上了你 我绝对不能再让你以我为止 所以我选择了我应该做的事 你得是心肠 只坦素颖太多荒唐 神经都换来嘲嘲 爱恨交参空空间掌 到最后困盲一场 阿玛 阿玛 我反而更加浅事难安 如果继续为仇恨而灭灭良知 不但无法洗刷我之前的屈辱 反而背绝无耻 我只有教出龙葬经 承担一切罪行 才能够原谅自己犯下的过错 阿玛和额娘的养育之恩 永恶只有来生在报 三主 你一定要为我好好活着 我不敢奢求你能原谅我 但是我真心祈愿 来世 能与你再即联礼 以弥补 今生所愧欠你的一切 是 永恶绝病 永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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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 宣爷 此事已经真相大白了 你打算如何处理呀 这两项新的证据 足以证明靖宣没有违抗圣旨 擅自出兵 是阿尔尼在永鹤的怂恿下 鲁莽行事 才是朝廷 不认为皇上奉受了损失 理应还竟选一个清白 谢皇上恩典 永鹤虽然因为仇恨蒙蔽了心 一时犯下了错误 不过他能够及时悔改 以死全效 一心承担了所有的罪过 玄奕 你可愿意成全永鹤的孝心 皇祖母 朕可以答应 其罪不及欺奴 但屠哈心思不轨 死罪可饶 活罪难逃 最可恶的就是霍王爷与禁贵妃 他们未寻私仇 涉及陷害忠良 虽然此次并非是他们亲手所为 但教唆之罪也不可轻柔 嗯 我 你 拉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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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厉害忍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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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美丽 快传太医来 美丽 美丽 你醒一醒 美丽 夫人无需担心 少夫人是有喜的 恭喜夫人 恭喜少夫人 我有喜了 有哥 有哥 你听见没有 我们有孩子了 我们有孩子了 丧主 你刚回上云 千万不能哭啊 永鹤虽然走了 但给咱们家留下了血脉 为了永鹤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你听见没有 和娘 我想到这孩子一出世 连阿玛一面都见不着 我就心如刀绞 你教我如何忍得住这份伤痛啊 永鹤 永鹤 年轻 得好 流破了 夫人 牛鹤 六鹤 少夫人 少爷回来了 永鹤 你这傻子 是阿玛害了你了 都是阿玛害了你啊 该死的不也该是你 也该是我呀 永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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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你要当阿玛了 永贺 你 起来 你起来 起来看看我 起来看看我 永贺 你不叫我去永贺 我该怎么回呀 永贺 小多 是阿玛害了你 你 你害了永贺 是我对他 挑逗仇恨 所有他一心劲报仇 结果害他走上了绝路啊 永贺 你不要走 我不让你走 永贺 永贺 请来呀 好可爱啊 这好可爱啊 这好可爱啊 好可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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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子 别担心 您坐会吧 哥哥一定会平平安安 把小主子产下的 美丽还没足月呢 孩子要早产了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生了 美丽生了 美丽生了 生了 是啊 主子 您终于可以放心了吧 你听 小主子哭声这么洪亮 一定会健康强壮的 是 走 我们快去看看 快去 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 快快 美丽 你放心 孩子很平安 恭喜你呀 你生了个白胖小子 来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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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一日夫妻拜日恩 臣妾一身糊涂 请皇上饶命啊 一派胡言 你何曾糊涂 朕多次提醒过你 你就是执迷不悟 这都是你咎由自取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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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曾经答应过姐姐 要好好照顾臣妾的 就看在姐姐的面子上 你就能臣妾网看一面吧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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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贵妃 朕其实待你不保 如果你不是心怀仇恨 忘不了那些恩怨的话 你真的有可能成为朕的皇后 Rod 皇 now 你真的有可能吊什么 王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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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開了哪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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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天承韵皇帝詔曰 禍王赫舍里伯濟爾 禁貴妃赫舍里敬賢 婦女勾結邪怨報復 禍害忠良 勾結鎮北大將軍 耶和那拉屠哈 危亂軍紀 損我國威 罪無可恕 禍王貶為庶民 禁貴妃打入冷宮 老爺 徒哈摘去官職 發佩邊疆 永不准回京 即日執行 親此 奉天承韵皇帝詔曰 親王爺愛新覺羅靖宣 遭人構陷 身系淋雨 經聖上查明真相 還以清白 即刻起無罪釋放 親此 死 王爺恢復了 王爺恢復了 來 你快死 快死 去 恭喜王爺 嬰兒 靖萱 娘 靖萱 你可回來了 孩兒不孝 讓我娘操心了 回來了好 回來了好 瘦了 真瘦了 姑娘 你别难过 回来是喜事啊 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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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萱 我们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你怎么样 一切都好吗 我挺好的 没事了 对了 你身子还好吧 好 太医都定期来给我把脉 一切安泰 那就好 姑娘 美梨呢 她人呢 美梨 她 妹妹 妹妹她操劳过度 提前在慈宁宫临盆了 她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母子平安 老祖宗担心她月子里受风寒 让她在慈宁宫静养 过两天我们就去看她 不愚脸 你请允许 想 Jade 不愚脸 百姓 要不愚脸 该什么 现在呢 她可能是季宫兵 美梨 他不顾自己怀了身孕 挺着个大肚子 为你四处奔走 劝你写字白书 要不是他找到新的证据 我也救不了你呀 是啊 至此多亏了美丽 才能化解危机 对了 美丽他人呢 你看看我 光顾着高兴你洗刷冤狱 忘了告诉你 你当阿玛了 快 快进去看看美丽和你儿子 可是个精壮的小伙子啊 长得跟你小时候一个样 你回来了 没事了 没事 美丽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我没事了 没事就好 这孩子 美丽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伤害这个孩子 虽然我跟永鹤之间 有那么多恩恩怨怨 但他毕竟因我而死 也算是 对他一个补偿吧 我会好好的 把这孩子抚养成人 算是还他一个恩情 我说过 他是你儿子 这是我们两个的孩子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呢 在这个孩子 也有没有 女或者孩子 我好想 他也不肯相信你 他也会是我不肯定 来 节哀顺命 是 我知道了 表哥 谢谢你原谅了永和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丧珠 我知道整件事情 跟你和表兄没关系 所以我希望此事 不要影响我们两家的感情 以后有什么困难 尽管告诉我 表哥会竭尽全力帮你的 表哥 我已经不是过去 骄宗任性的丧珠了 眼前有太多的责任 我有婆婆要照顾 有个未出世的孩子要抚养 我会为了永和 好好地活着 你不用替我担心 怎么了 没什么 这小家伙踢了我一脚 锦萱 你过来摸摸 感受一下他的心跳 感觉到了吗 这个小家伙 就算在我肚子里也动个不停 锦萱 你放心 我一定也会帮你生个儿子 快 快进去看看美丽和你儿子 可是个精壮的小伙子哟 长得跟你小时候一个样啊 我说过他是你儿子 这是我们两个的孩子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呢 wirklich 我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 但是我给你帮你帮你帮他 那天很想让她 你看你的孩子 好 给你帮我帮我帮你帮我帮你 好 不是 你住了 你坐在那儿 你住了 没我们这个回事 拿着 警告一遍 帮我帮你 此事至关机密 不得向任何人提起 是 张继明白 额娘 你就放心吧 一定得小心着点 知道了 喜儿 你慌什么呀 别碰着小姐了 喜儿 你这是怎么了 慌慌张张出什么事情了 我 我刚刚在王爷书房外 偷看到 王爷他 王爷怎么了 王爷让张继大人 去查一份血亲证明 说是查案子 我怕被发现 王爷要怪我偷听机密了 所以就匆匆跑掉了 老爷 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偷听的 张继呢 刚刚走了 王爷让他去找民间 专门查询血亲的医馆检查 老爷 你上哪儿去啊 哎呀 老爷 你上哪儿去啊 白菜啊 白菜啊 白菜 白菜 爹 结果过两天就出来了 给您送到府上去吧 不用 我自己亲自来拿 好好好 那老家您过两天再来一点 爹慢走 您慢走 爹慢走 今天你匆匆忙忙离开亲王府 有什么事急成那样 朗爷 问你话呢 想什么事呢 这么入神 好 好 我在想啊 他要验的是谁的薛琴 他办他的案子关你什么事 万一这事跟宿莹有关系 我们是不是应该特别的关注一下啊 这 怎么会跟宿莹有关 庆王爷让张继神神秘秘地拿出去 到外面去检验 没有通过太医院 他肯定是不想让皇祖里的人知道 你想想 皇祖里最近 谁生了孩子 册服进美梨啊 对了 说是美梨早产 都说是为了营救庆王爷 奔波劳累所成 可如果事事不是如此 是祖岳生的孩子呢 怎么可能 怎么算也赶不上祖岳 除非 难怪庆王爷要急着迎娶美梨过门 闹了半天 是怕肚子藏不住了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倒也简单了 恐怕是蓝田中狱的人 不是庆王爷啊 我想庆王爷此时 也一定心生疑道 要不然他燕亲做什么呢 他燕亲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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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追尽 明天我们就要回亲王府了 虽然你阿玛现在不肯认你 但是我相信有一天 她一定会认你的 不管她愿不愿意 额娘都会给你满满的爱 让你好好地长大 好吗 好不好 好 琉璃我 刺金桥 只不过是略一幅王 真荒凉 握你一伤 抬头泪沾湿脸庞 欢笑背后尽是寂寥 虽然你走了 但我一点也不后悔 在我心目中 你是最优秀的赶紫涵 我愿用我一生的时间 好好地报答你 我愿意用我一生的时间 我愿意用我一生的时间 到最后 到最后恐酩一场 到最后恐梦一场 一场 永和 你安心地去吧 等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 我一定会告诉他 你暗了是最伟大的英雄 申请稀释王爷 我已经找人检验过了 证明这两份血迹没有血清关系 你确定真的没有血运关系吗 是 我知道了 王爷 这都觉得有血运关系 一日无事 勃见告退 贝离 我都说了 我会好好地抚养汝赫的孩子 你何苦还要骗我呢 你何苦还要骗我呢 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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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心点 格格 您总算回来了 可想死我了 格格贵 格格格 来 次 我贝离 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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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 是 快看快看 跟靖萱小时候是一模一样啊 额娘 妹妹刚刚坐完月子 这万一被风吹着了就不好了 咱们进屋说话吧 只顾高兴了 进屋 都进屋 走 进屋坐坐 妹妹 恭喜你一举得难 为亲王府添丁 姐姐同喜 姐姐这一胎一定也是男孩 谢妹妹的经验 靖萱 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啊 额娘 依族谱呢 应该是允字呗 我给他起名叫允客吧 客尊礼法的客 允客 这名字起得好 以后就叫他允客 听到了吧 多谢王爷赐名 锦萱 来来来 你来抱抱 来 老娘 您先抱着吧 我以后抱她的机会还多呢 听说美离回庆王府了 是啊 太附近一直抱着孙儿不肯撒手 她现在是有孙万世族 这会儿可高兴呢 那你怎么还跟没事人似的 你要注意啊 现在美离明摆着生的是儿子了 万一你将来生的是女儿怎么办 那能怎么办 就一直生 直到生出儿子为止呗 更何况阿玛都说了 我这生的都是嫡子 何必与她那数字相比呢 你真被庆王爷的事情给吓傻了 万一你一辈子生不出儿子怎么办呢 到时候允客不就扶正了 母与子为贵啊 万事都有变数 你不得不妨 额娘 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 额娘一时也想出什么好办法 不过外面都在传美离孩子的事儿 允客有什么事儿啊 传言说 谁知道美离是不是早产 万一是足月呢 要不然那孩子怎么长得那么强壮呢 额娘 你的意思是说 允客不是靖萱所生的 不是我的意思 外面大家都这么说 额娘 姿势体大 你可不能胡说八道啊 反正外面都已经传开了 我只是在想 既然大家都对美离有所怀疑 那太福晋 还会认为允客是她的亲孙子吗 那样对你 不就没有威胁了 主子 请喝茶 主子 奴婢有些话 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 说吧 主子 不知道是谁在乱绞蛇根子 现在宫里 刘燕到处飞 那些人都不认识 说美丽的儿子 壮得跟足月生的一样 还说算算时间 恐怕还没进门就怀了孕 说不定这孩子不是金轩的 放肆 谣言从何而来 我问过他们了 谁都不知道是打哪儿听来的 譬如 去 告诉他们 让我知道谁在嚼蛇根子 我就割了他们的舌头 是 主子 我马上就去办 不可能 我检验过他们新婚的白仇子 不可能 绝不可能 额娘说得是 虽然这外面呢 大家都传得会声会影的 可是我也不相信 这美丽会做出对不起靖萱的事情 都怪这慈宁公照顾得太周全 对 孩子长得结实 难免引人瑕疵了 孩儿给额娘起安 你的手怎么了 不碍事 早上磨剑的时候 不小心杀了 闲言碎语不可谢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长官 也能承认得他 않 不如我们 他老是 刘晋 或认不愿 或认不愿 他也不愿意 你们竟然也随之起舞 荒唐至极 这都是因为美丽早产 所引发的事情 好了好了 不说了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美丽是因为旧 所以 才过度操劳导致早产 美丽尽心尽力做得这么好 你们竟然还 在背后胡说八道 她受到的打击还不多吗 我告诉你们 别再乱说了 允克她就是我的亲生儿子 以后不许胡乱谈论 这些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 茶豆粮也不知道来换换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火气这么大 我能不生气吗 好不容易想利用留言 好好做做文章 击退美丽 没想到 倒惹得老祖宗生气 下令禁止再传谣言 就连庆王爷也坚持说 允克是他的儿子 对美丽一点威胁都没有 我真不明白 我真不明白 庆王爷怎么忍得下这口气 难道我的推敲错了 这两份血迹跟庆王爷无关 四处 好 真不明白